曲穆穆 弟兄前妹们平安 好 我们先一起心来祷告 充满恩典 充满慈爱的上帝耶和华 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你的圣殿 在你的面前 主理知道我们要再一次的来零售你宝贵的话语 但是我们不够 我们不足 我们软弱 有时生活中的烦恼 大小事会让我们分析 有时生活上的压力 会让我们的肉体软弱 主啊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从你来的力量跟能力 让我们从你的话语 再一次的得到安慰跟帮助 恳求你在此时 帮助我们 安静我们的心 也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单单只有听到 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让你的话语真的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帮助跟扶持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今天这段经文也许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我的主题 我的题目就是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在经文里面也出现过 这是我读这段经文最大的感动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甚至是绝大部分都是遇到一些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 这些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就像地震一样 说来就来 让我们都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时间里面 它就发生了 这就好比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虽然知道有耶稣 我们虽然知道有上帝 但是就像地震一来一样 说来就来 我们也许会在当下 就会把上帝就会把主耶稣给忘记了 一般人也许都会认为说 信耶稣的人应该都是凡事都顺利 信耶稣的人应该都是凡事都亨通的人才对 但是想一想 真的信耶稣的人是这样子的吗 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生过病 我们也都遇过一些 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 我们真的是信了耶稣之后 凡事都生病了 我想我的答案跟你们的答案 应该会是一样的 那就是信耶稣的人 不一定万事都能够得到顺利 因为我们都生病过 我们也都遇到这些困难的事情 而确实 确实也很实际的 信耶稣的人真的不会凡事都得到顺利 真的不会凡事都得到顺利 我们也是会有无力 我们也是会有无助的时候 但当我们遇到困难 当我们无力去面对我们的压力的时候 当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的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境 我们要如何的来面对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 好像巨人一样的 那么大的困难跟压力呢 也许有些人他就会因此 有一些人也许他就会因为这样 他就离开上帝 因为他认为 信耶稣的人应该就是万事都要顺利 没有烦恼才对啊 所以他会去找其他的 让他觉得能够保佑我 凡事都能够得到顺利跟平安的事 我要去拜他 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信仰不能一直停留在 信耶稣就会万事都顺利的阶段上 我们的信仰绝对不可以停留在 信耶稣就会万事都能够得到平安 万事都会不够得到顺利的这个阶段上 我们不能一直认为 信耶稣的人都不会遇到困难 约翰福音16章33节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你可以 试着把它翻开来看 耶稣在这里讲了一段 非常让我们安慰的话 约翰福音16章33节 主耶稣他如此教说 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当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的时候 就表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困难 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苦难的事情 没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会遇到困难的 但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无法面对的时候 我们有真的要来依靠主耶稣 已经复活所带来的力量吗 我们有真的放心 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主吗 我们真的有相信主耶稣 他是自己所说的 他自己亲口所说的 他已经胜了世界吗 我们自己真的这样相信吗 今天借由我们所读的经文 从主耶稣跟人徒之间的对话 一个生活中的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思考 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真的有和我们一起生活吗 复活的主耶稣 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就会遇到吗 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艘船 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艘船 也许你曾经听过有人说 人生就像风浪一样 起起落落 大部分的时候你都会听到 人生就像风浪一样 起起落落 但是读到这段经文之后 我深深的体会到 其实我们的人生是比较像 一只船 一艘船 一条船 这一艘船 它不是像军舰航空母舰一样的大船 不是 而是像竹法一样的小船 竹法 笛白亚 像竹法像笛白亚一样的小船 我们的人生就像这个竹法一样 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体力来划船 我们才能够让船在水面上行走 这就像我们的人生 我们必须要付出我们的辛苦 我们必须要付出我们的流汗 我们的泪水 我们才能够来生活 当我们的人生就像船一样 像竹法一样的时候 这个风浪就是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跟艰难 这个风浪在原文 新约的原文 新奥文里面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它说这个风浪 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就是地震 为什么像地震 因为地震它不像台风一样 我们有办法事先就预知 它的路线怎么走 地震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可以很办法 很有办法 科学的方式很精准的算出来 告诉我们几点几分几秒会有地震 几起的地震发生在哪里 深度是多少 没有 所以这个风浪在原文里面 它就像地震一样 因为没有办法事先就可以知道 它没有办法预期 所以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 都是我们没有很周旋的准备的时候 想一想 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跟压力 不就像这个地震一样吗 都是在我们没有很好的准备的时候 它就这样突如其来的发生了 今天的经文24节 今天的经文24节它所说的 它说海里忽然起了大暴风 这个海里面忽然起了大风浪 而且这个风浪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到整个 甚至是要将船整个给掩盖过去了 这不就像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一样吗 重担有时候真的是压到我们就像风浪一样 有时候像水一样 已经压到我们的鼻子我们没有办法呼吸了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了 我们非常的无力跟无助 我们的人生真的就像一只主法 一扫小小的主法一样 是如此的无力跟无助 无助到我们没有办法去躲避忽然起来的风浪 暴风 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 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 我们就会害怕 我们就会失落信心 我们会失去 我们原本我相信有主耶稣与我同战 在那个时候也许我们信心就没有了 以至于我们就忘了耶稣就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事实上 耶稣一直都和我们一起在生活 所以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耶稣一直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笑的时候耶稣陪着我们笑 当我们哭泣的时候耶稣就陪着我们流泪 也许我们有时候就像这个门徒一样 跟耶稣在同一艘船的门徒一样 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小心的人就是信心不足的人 不是没有信心而是信心不足的人 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浪跟害怕的时候 有时会让我们真的忘了耶稣就在我们的船上 忘了耶稣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忘了耶稣就在我们的身边 在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圣经我们都读知道有耶稣 那么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的生活中 耶稣是谁 如果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问你 请问你每个礼拜都去教会 你在敬拜的主耶稣 他到底是谁 你怎么样跟其他的朋友介绍你所敬拜的主耶稣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耶稣他是不是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 耶稣他是不是真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跟你一起生活 对你来讲 耶稣他只是一个在地址上出现过的一个人吗 还是他真的有复活能够带给你真实的平安 我们都知道复活节的时候 也许大部分的教会都会分给我们红蛋 为什么要吃红蛋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吃红蛋 为什么要借由吃红蛋来纪念主耶稣的复活 一方面借着吃红蛋 我们可以来纪念主耶稣 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跟盼望 一方面当你在吃下这个红蛋的时候 耶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跟力量 借由吃红蛋进入到你的心里面 这是一个很好的分享 当你吃进去的时候 不是只有把蛋吃进去 你要想一想 耶稣的复活所带来的力量 盼望跟祝福 胜过世间的力量 有没有在我的心里面 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当你警戒主耶稣 住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 主耶稣复活所带来的力量跟盼望 真实的领埃以及活泼的喜乐 才能够进入到你的心里面 在你的生活当中 也因为主耶稣的力量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你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跟能力 去面对你所遇到的困难 你才能够有盼望的去面对你所遇到的压力 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你也才能够真的 因为主耶稣真实的复活所带来的平安 跟活泼的喜乐 让你在面对突如其来 没有预算 没有预期的变化的时候 你不会害怕 你不会害怕 怎么说 因为耶稣他就是平安 他就是拯救 他就是与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生活 和我们一起哭笑的主耶稣 也许你会问说 诶 是啊 我有这样子 诶 主耶稣有力量在我心里面 可是真的是非常的软弱 我要怎么知道主耶稣和我生活在一起呢 有一个方式跟大家分享 呼吸 每一次的呼吸就是主耶稣 他向我们显明他的恩典的时候 你呼吸一次 你就是灵受主的恩典一次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算过 你自己一分钟有呼吸过几次 答案是 大概是十二次到二十次 十二到二十次 如果我们是以十二次最少的次数来算 那么平均每五秒钟就有一个奇迹发生在你的身上 平均每五秒就有一个神迹在你的身上发生 每一个小时就有大约七百二十个神迹发生 每天就有一万七千两百八十次 怎么说 呼吸是上帝的灵 吹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呼吸一次就是你领受神的恩典一次 没有人可以很大胆很骄傲的说 我不用呼吸就可以活 没有人会这样说 所以每一次呼吸你都要感恩 你都要感谢 如果我们继续推算下去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那么主耶稣的恩典在你的身上已经超过 一亿两千六百一十四万四千的神迹 如果你是一个四十五岁的人 主的恩典已经在你的身上赏赐过 两亿八千三百八十二万四千的神迹 如果你是一个七十岁的长辈 那么主的恩典已经在你的身上实行过 显明过四亿四千一百五十万四千的神迹了 每一次的呼吸就是我们领受主的恩典的时候 也因为如此可以证明主耶稣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不曾离开过 也许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困难挑战跟烦恼 而且这些困难挑战跟烦恼 就像风浪一样快要掩盖了小船 掩盖了复活的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力气盼望 跟平安的时候 但是你不要忘了 当你看到风浪就害怕的时候 当你的心里面乱了分寸的时候 主耶稣的门徒如何去面对这个风望 主耶稣的门徒就想到耶稣就在他们的船上 然后呢就去想正在睡觉的耶稣求救说 主啊救我们 主啊救我们 二十六节 当你继续的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说主啊救我们的时候 我们快要丧命了 二十六节 记载耶稣有继续睡觉吗 没有 耶稣没有继续睡觉不理他们 反而起来帮助他们脱离生命的危险 所以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要谦卑的来寻求主的帮助 我们要谦卑的来寻求主的帮助 既然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一直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当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 我们就要谦卑的寻求主的帮助 在当时主耶稣有回应到的门徒 将他们的生命从危险中拯救出来 在今天主耶稣也要如此的来回应我们 也要如此的来帮助我们 成为我们在困难中 中重担中最大的帮助跟扶持 关键在于 我们是不是真的谦卑的要来寻求主耶稣的帮助 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像门徒一样 在困难的时候 就跟耶稣祷告说 主啊救我们 帮助我们 救我帮助我们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发生在1948年 1948年离我们现在 不是很远 1948年以色列独立了 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 经历了2000多年的灭亡灭国 好不容易 1948年他们真的悔改归向神 上帝帮助他们 在1948年独立 但是20年后 很不巧的 20年后 在1967年的时候 阿拉伯13个国家 居然联合起来要攻击以色列 13个国家联合起来要攻击以色列这个小国 就在以色列还来不及固定国家的时候 战争就爆发了 阿拉伯国家用买卖石油所基存的钱 知道阿拉伯国家卖石油 他们用那些钱大量的来购买 那个时候的武器 居士武器 当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新闻发布出去之后 每个人都觉得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 而且很快就看不到 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任何一个犹太人 因为13个国家要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 这个小小的国家 当时候以色列有一个将军叫做戴阳将军 戴阳他召开一个记者会 他在记者会里面 他宣告了三件事情 这个戴阳将军他宣告了三件事情 第一 我们独立了 而且这个独立我们已经等了2500年 为了要保护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必须要战争 第二 战争真的很快就会结束了 第三 我们已经有全世界最新型的秘密武器 所以我们一定能打赢 当这个戴阳将军这样子新闻搞出去之后 美国的FBI CIA 苏联的KGB 等世界级的秦之王 跟军事搜集 都开始在调查 到底他们所拥有的最新型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是核子武器吗 好像也不太可能 但是 那一场战争爆发之后 真的六天就结束了 不到一个礼拜 六天就结束了 而且 以色列大获全身 以色列小小的国家 胜过13个国家 因此人家都称这场战争 唯以安六日战争 战争结束的时候 全世界都在注意一件事情 到底比色列军人 他们所携带的最新型的武器 是什么呢 每一个军人 从他们左边的胸口 口袋里 拿出一本口袋型的圣经 拿出一本口袋型的圣经 每一个军人都是这样 他们让全世界再一次的看到 倚靠上帝千杯寻求主的帮助 所带来的能力 就是如此的大 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新型的武器 靠的就是这本圣经 靠的就是对上帝千杯的依靠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谁也得不到胜利 虽然我们是软弱不足的人 但是只要我们千杯的与主同行 千杯的寻求主的帮助 不管在艰苦 在困难的事情 我们都能够得到 从主能来的能力 关键就在于 我们是要靠自己 还是要千杯的 依靠主耶稣的帮助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在庆祝耶稣复活之后 我们很少会去读到 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的一些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 你可以翻开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七节 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就是二十八章 是记载耶稣死里复活之后的 一些事情 很少会去读到 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做了什么事 如果你读到二十八章七节 耶稣复活之后 他告诉他的门徒 他对于那一些妇女 告诉他们说 快许告诉他的门徒 说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要在他们之前 往家里去 面对着第一次来到 主耶稣坟墓的那些妇女 耶稣跟他们说 请你跟我的门徒讲 我的学生讲 赶快到加利利去 而且我要比他们先到 加利利那边等他们 你没有觉得奇怪 耶稣为什么第一次 复活之后先到加利利 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 他不是去圣殿 他复活之后 他为什么不是去耶路撒冷 而是去加利利 加利利是什么地方 加利利他所代表的就是 这些妇女跟这些门徒的故乡 就是他们平常生活 他们工作的地方 换句话说 耶稣复活之后 第一个到的就是 门徒他们洗以为上的故乡 他们所生活的地方 换另外一个角度 耶稣是跟他的门 是他的门徒 在他们自己原本工作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遇到复活的主耶稣 遇到复活的主耶稣 我们也会领受 这个复活的主耶稣 所带来的力量能力 盼望喜乐跟平安 愿上帝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主耶稣就在我们的身边 和我们一起呼吸 和我们一起哭 一起笑 和我们一起去面对 生活上的压力跟重担 面对重担困境的时候 可能求上帝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也能够像门徒一样 大声的跟上帝祷告 跟主耶稣祷告说 主啊救我 我需要你的帮助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 我们的救助 祂永远都活着 很感谢上帝 我今天所选的回应是 居然跟我们的敬拜 所唱的诗可是一样 一来 你就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先来唱 回应诗 唱完之后 我会来做一个祷告 你真的相信 你的主耶稣救赎者 活着吗 希望这一首诗歌 里面的歌词 成为你现在 对神的祷告 你对祂的鼓励 你跟主耶稣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 你是我的救赎者 而且永远活着 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救赎者 它是永远活着 我的救赎者 它是永远活着 我的救赎者 它是永远活着 我的救赎者 我们的救赎者 它是永远活着 我心不再忧虑 我知道 我的救赎者 永远活着 我知道 我的救赎者 陌生之爱 我知道我的教授在永远末尘 我今不再争吹 等了教授今天那一天 我就觉得如果是念 我再一次向前的答案 我知道我的教授折折 它是永远的主 我在相互迷世世 它令我走着一路 我知道我的教授折折折 它是永远的主 当我在荒野孤独时 它帮我做我的人 我知道我的教授折折折 原因 我心不再犹豫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 领受它的梦想之爱 我知道我的救出这永远末章 我心不再犹豫 当我家乡几天的一天 我将见到惶惶之灭 一起来祷告 永远活着 永远都陪我们一起生活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借由今天的请问 让我们有对你更深的依靠 对你有更深的相信 原来每一次的呼吸 就是你与我们同在的最好的证明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但是又使我们非常的软弱 我们就像门徒学生一样 是一个小心的人 我们对你的信心不足不够 快求助你怜悯我们 圣灵我们对你不足的信心的罪 帮助我们不再得罪你 帮助我们对你的信心是更加的信靠跟依赖 帮助我们在我们所遇到的生活中的大小事上 我们不再成为小心的人 而是对你有确信的人 让我们能够深信的 你永远都与我们同在 不论我们遇到的困难有多大 当我们没有办法呼吸跟面对的时候 提醒我们 我们就是要谦卑的向你来呼求 主啊 救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的生命真的需要主耶稣 你的来进来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力量 我们的生活需要你复活所带来的盼望 跟平安跟安慰 可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迎着对你的信号 也让其他的人 看见原来我们的主耶稣 所复活带来的力量是如此的大 如此的能够感动人 恳求主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生活上 因着对你的信号 让所有人都能够体会你的爱 你的盼望跟你的安慰 恳求上帝 恳求主耶稣 与我们同在 随听我们的祷告 也帮助我们 不再得罪你 我们同行在你的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谢 跟祈求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谢谢大家